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就是0到9 那0到9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一个阵列来存放 不过0到9 1到9 那不过我们在宣告变数的时候 最好是用0到9 因为0到9的话 那个位置 如果你用1到9的话 你还要去对 因为1到9它是位置是0 开始 所以变成说它位置对不准 有时候你在程式思考逻辑上面比较不方便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1到9 它的位置可以等于是多一个0 但是0不使用它 0然后到9总共10个空间 但是第一个空间不用到 没有用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它打散 也就是说把1到9的位置乱放 那乱放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第一个抓出来 然后乱数产生一个位置是1到9 看你要放哪一个位置 1到9 然后看1 比如说乱数产生到4 就把1搬到4 那再把4的位置呢 搬到1 等于是交换嘛 交换交换就要 反复交换 那等于是把这些数字通通打散了 打散了之后的话呢 再来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他们 这个八个方向是不是加总等于15 如果是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 不是的话继续跑 所以有可能要跑很久 因为其实 这个要比对蛮多次的 那基本上 甚至你可以在最后那面 因为效率 你可以想要知道这个效率好不好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加一个那个什么 count 计算他到底比对几次才比对出来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算比对的时间 那当然你可以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说 第一个减少他的比对时间 第二个减少他比对的次数 所以 好像有同学 之前有同学就想到说 其实他的那个四个方向 你会发现 你这个四个角落一定都是2468 有没有2468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要能够 总数加起来45的话 那他的角落一定是2468 所以如果也就是2468 一定是固定在角落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其他的几个数字 再摆进去的话 那就很快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是2468 那这样子大概至少可以 少跑一半的时间 跟少跑一半的次数了 只是说他10做什么10做了 那第二个是说 最后面的话呢 我们要把结果输出 成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答案为什么呢 然后加总都是这样 OK 那所以总共会有几个三个步骤 我们要完成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我完成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这个阵列 这个一个印刷的阵列 那阵列的话呢 我是这样子 就是0 可以赢到9 不过0的部分不会用到 但是呢 为什么要加一个0 主要是因为 因为阵列的编号是从0开始 是阵列编号从0开始 如果我今天没有放0的话 那1会变成位置是0 那这样对其实很麻烦的 你要想有的时候 这个1到底是位置1 还是那个数字1 所以如果说你加一个0的好处是说 反正那位置跟里面的数字 是match的 会比较好思考